为了让民众对新冠疫情和登革热防治有更多的认识 三重禁司堂布置了许多AR实境游戏与问答游戏 以趣味的方式让参与的民众透过闯关 一步步了解更多的防疫知识 为了呼吁民众能在疫情期间做好防疫 三重禁司堂布置了许多AR实境游戏与问答游戏 希望民众能透过有趣的方式了解更多防疫知识 现在虽然说是后疫情时代 但是整个解封之后呢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防疫尝试 这也是我们所重视的 在整个防疫期间 实际对于投入防疫工作也非常非常的投入 包括我们的各级的医院 还有以及我们的一些社区到场 都提供起来给我们做快打战 就是疫苗的快打的部分 我想这些都是实际在社区公益上面 希望做了更投入 也与民众更贴近的一个做法 在登革热防治的部分 民众可透过扩增实境的画面 观察文子不同阶段的样态 也有射击游戏 民众可以利用感应枪 找出居家环境容易滋生蚊虫的地方 在这次的防疫战斗里面 不只是我们现在的COVID-19之外 还有像登革热等等 我想这些都是跟我们生活里面 常常遇到的一些传染疾病 那这些传染疾病有时候太说教的方式 可能不见得容易懂 但是透过这样一个互动的方式 我想很多不管是我们的家长 或是年轻学童们 他们就很容易的 从里面的一些互动方式 学习到一些防疫的尝试 像我们的里面有一个 洗手的七室的感应里面 虽然它没有真的从水龙头出来 但是它教你怎么标准的 洗手的动作 我想这对于防疫推动的部分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 这些游戏都是有积分制及排行榜的 若民众对自己闯关成绩不够满意 可以重复闯关达到自己满意的成绩 也能在多次闯关的过程中 更熟悉相关防疫知识 记者沈志勇 蒋桥薇三重采访报道